慢慢的 對 慢慢的 Oh my God 慢慢的脫 是不是 最性感就是這樣換腿那順便 好不好 好像白零絲耶 腿很白耶 非常細 妳平常怎麼保養啊 就是會去餃子 平常就會插一些乳液這樣子 先來看第一位 觀看一號 她的膝蓋 來 你們自己看 而且她不讓你完全看到膝蓋的全貌 慢慢…就這樣 來了… 對 慢慢的 Oh my God 慢慢的脫 是不是 這是看37還是32席 最性感就是這樣換腿那順便 好不好 好像白零絲耶 腿很白耶 非常細 非常性感 OK 好 這是第一位 給你們看完了對不對 各位 你心裡又有感覺放在心裡 好不好 第二位 追 Let's go 這個真的有點難 這個 靴子喔 靴長… 要先解掉 這不好剝 這應該有味道 多多少少 這個真的好難喔 憲哥 真的 他的腿也好白喔 他更白了 唉唷 這樣一個膝蓋的狀況 我知道了 目前 有明顯的差別 真的假的 對 右腳有 我已經看出來了 有蚊蟲叮咬 那麼厲害 Botterfly Botterfly 怎麼看 我已經看出來了 OK 3號 來看看他的膝 塞到這個距離稍微有點遠 原來卡卡 好的 明白 大概知道了 OK 好 來 我個人覺得最年輕的 其實很容易就看出來了 是哪一種 2號 怎麼判斷呢 2號他本身是膚色偏白 但他可能 他膝蓋你看他 他一陣子之後他就比較紅潤 對 他氣血比較好 血液循環 血液循環比較好 然後再加上他應該只是平衡感 你有學過中醫 平衡感不好他比較常摔倒 所以他那個是瘀青比較多 瘀青 偏年輕 OK 2號是年輕型 但是我如果依照別的地方來判斷 偷吃步 3號他那個腳就靠得那麼近 害羞內向 但是1號大拇指 兩個腳的大拇指有點讚 有點讚 稍微有點外翻 那就長期穿高跟鞋 所以以他的年紀3歲 應該是會這個樣子 好啦 那我們直接來看看 3 2 1 你的選擇 到底哪一位是30歲的膝蓋呢 請選擇舉牌 1號 3號 他會都出來 正確答案 請往前一步 為什麼 下一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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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養得很好 為什麼你們怎麼看的 可是講拇指外翻 所以也太不那個了吧 我覺得因為 因為20 如果30歲以內的話 可能社會經驗也沒那麼多 沒有什麼機會穿高跟鞋子鞋 所以你的工作一定是 常常穿高跟鞋子鞋子 不管再怎麼保養 因為這種是關節 它是會彎曲跟伸展的四方 所以你不管再怎麼保養 到30歲 他還是有一定的 會比較明顯 對 他會出現那個紋路 一定會 好像在對你耻笑 出現有點可憐感 有的還會出現惡魔的痕跡有沒有 2號這位應該是滴滴52對不對 對 說你好一下 哈囉 大家好 靖萱 那你膝蓋怎麼了 因為我覺得立東哥滿厲害的 就是因為我平常 常常有在練舞 所以他就是是練舞受傷的 對 有跪啦 也有跪 也有跪 有一些地板動作 地板動作 對 剛剛那一聲很大 就是騎鱼舞 你剛剛那個聲音很大 我現在睡掉了 搞不好 你來 你來 搞不好人家家裡是皇上對不對 家裡有皇上 經常要跪安 學會拜 是 謝謝 再來3號是 你好 哈囉 我是學姐 好可愛 學姐很可愛 我本身是老師是不是 我本身是美術老師 好 美術老師 講話怎麼那麼好聽 對啊 你是教多大的同學 我都教小朋友 小朋友 很適合 很適合 我們都是人類啊 甜甜就是這一款 對 今年憲哥給我的一個 那個列表 就是 生小孩 對啊 對啊 他一直鼓勵我生小孩 他的喉嚨他們寫生小孩 對啊 我原料也很好啊 對啊 搞不好我們都是在假安慰他 他應該給他鼓勵 對 對 先不要聊這個 對啊 他到那個 他到內湖一帶去開工 也沒有跟我們講 天下 憲哥 我哪一間MOTEL已經倒了 207已經倒了 你弄倒了 疫情的關係 再開嘛 對 加油 好不好 很棒 很棒 來 下一位恭喜正確答案 32歲的這個美腿 妳平常怎麼保養啊 就是會去餃子啊 平常就會插一些乳液這樣子 但今天還是被你們猜出來 有點可惜 然後妳最 妳覺得自己最容易老的部分 是哪裡 脖子 因為我從小我就有脖紋 我覺得這個滿吃貴的 而且已經刻在上面了 你看看 以我的年紀 憲哥算好嗎 你還好 憲哥沒有什麼脖紋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 會不會曾經有接了這個 博藝的廣告 博藝的廣告 還要講嗎 博藝 博藝這樣也要 所以我脖子很容易滑倒 博藝 容易喔